那么下面再继续讲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import导入模块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吧 请问有哪几种导入方式呢 你学过哪几种呢 from 登登登 import 这个YYY 是吧第一种第二种 import 可以吧 然后呢 importYYY能行吗 第一import XXX吧 还可以怎么到 from XXX import 行也用过 还用过什么 import XXX 都好 都好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啊 可以 还可以from XXX import YYY import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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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什么 MM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吧 还可以怎么用 还可以 import XXX S XXX 可以不 用过这个S吗 没有 没有用过S的话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S的作用 就相当于给它起别名 就是起别名 大家懂吗 既然说的时候给大家演示一下 去看 现在是不是有个模块 是不是叫AE.py VM 注意了 VM AE.py 咱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下关线 是不是一个没有一个下关线 的 好了 VM MinePy打开 把这个抹掉 我就不想用这个了 咱们等着一下 import EE 那么将来你能够用的就是AE.A字 可以吧 没问题 好了 VM MinePy 我现在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我 import EE EE A字 大AE 我把前面这个给它平例 那么我将来这个词号 是我用小写的AE呢 还是用大写的AE呢 分一下 好了 AE is not defined 请问是不是相当于未定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出来是 哥们说不让我用 那么下面这个呢 咱们试一下 下面这个大AE呢 大家没发现是不是就可以用了吧 这么做的一个目的 好带 就是为什么你闲得没事干了 你给你起了个爱子干 避免有从名了 如果我接下来import的AE 但是我这里边有个变量 名叫AE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听懂我意思了 同学们 最挑 如果 你就铁了心的 是importAE 没外界 但是 你不能保证 你将来好几千号代码里边 你得把所有的代码 你得看一遍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东西 叫做AE 等于100 可能出现吗 我这里边定义了个圈积变量 叫AE 不行吗 行啊 我后来才导入的AE模块也行啊 那么这种时候意味着什么呢 同样 切记 importAE 其实上次相当于两个意思 第一个 把AE当作模块 去找这个模块 把里边的东西导进去 导到你的piting解释器里去 然后在你当前的模块里边 定义一个变量叫AE 这个AE指向的模块 我再随便 importAE 两个功能 第一个 让python解释器去加载AE.py 加载完之后的第二件事情 我在当前的这个模块里边 定义一个变量 叫AE AE指向咱们刚刚让python解释器去加载那个模块 因此你才可以使用AE.A 听懂了吗 当你去importAE as AE大AE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导入AE.py 第二个 定义一个变量叫大AE 让大AE去指向那个模块 因分析下来能用大AE.A者 能理解了吗 两步 如果你挑了心的 那个AE等100 意味着啥呢 AE原来指向是那个模块的 现在AE指向谁了呢 100 那么最终接下来这个AE.A者 必挂无疑 你可以看一下 好了 来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评明调 我导入AE 按理说我接下来是不是打印AE.AE 我前面来了一杠的 来了AE等100 inter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is inter类型的对象 我那时候说个一句话 所有的东西都是对象 inter也是 这不算也是 inter的对象 inter的对象 没有A子属性 那么也就是说 AE是不是指向了一个 inter型的对象 它里边并没有A子属性 不好意思 这就挂 这就是原因 通过这一点 大家知道AE的作用了吧 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 这里边已经出现了模块名 我接下来是不是把这个模块 是不是给它改革命 上相当于 对吧 这就是一个意思 AE的作用 好了 那么AE基本上就是它 那么import咱们大家 刚刚也是复习了一下 对吧 之前就是这么多的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 是这个路径 特别切记 我在实际开发工作的时候 这个路径 有的时候有很多坑 打个比方 我接下来写了个程序 我要去导入某个模块的时候 有可能它就导入不进去 导入不进去的 基本上的原因所在 就是因为你的路径不对 当我导入一个模块的时候 从没切记 你一定要记着一个思想 去验证验证 这个SYS的pass 见过这个东西了吧 import SYS SYS里边有个属性值 叫做pass 这个pass呢 它里边的值 是一个列表 来什么 看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iPad3打开 import SYS 这是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里边 有个东西叫做pass 走 大家发现 是不是出来了个列表呀 这个列表的先后顺序 元素里边的先后顺序 表示了 你将来去import一个模块的时候 它搜索的路径的先后顺序 只要在某一个路径下搜到了 接下来它就用这个 不会再去搜索了 先搜 这是啥玩意儿 当前路径 有就用 没有就找这个的 找这个的 找这个找的 所有的东西 连这个也找不到的时候 请问他们是不是 意味着就出现 是不是import error了吧 绝对的 import import 是吧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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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既然它是个列表 那就意味着 你可以通过append 通过insert往里边插 通过append会添加到哪去 最后 通过insert是不是相当于找个位置 是不是c里去 是不是插对啊 那么这种时候 如果你通过sys 在passinsert0 是不是相当于插到第一个位置里边去啊 把这个路径插到里边去之后 也就是说 你这个路径优先搜索 搜到了呢 就用你的 搜不到的在一幅往里找 听得清楚了吗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以后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你找一个模块的时候找不到 但是你确实实是安装过了 那么这种时候请同学们切记 你只要往这个列表里边append 或者是insert上添加这个路径 保证没问题 保证没问题 这就是这个意思 能理解吗 第二个 重新导入模块的问题 这个重新导入模块 什么意思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注意看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vrl我写个程序 我写个程序 还是叫ae 还是叫ae 来打开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递付一个函数 叫testah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我print 我写个程序 等等等等等等 test下方线 我并没有打印字 好了 请问同学们 ae这个模块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函数 叫testah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做一下什么事情呢 我ipython3 我打开 我就运行一下 ipython3 其实它也是可以自己导入了 那么当我去import一个ae的时候 请问同学们 它去哪里边搜索呢 怎么确定呢 sys.pass path 是不是先显示了一个空的字符串 空的字符串 就表示当下路径 表示当下路径 意思 你importae 请问意味着啥意思 是不是相当于 加载一下这个模块 好了 那么加载完之后 ae.test下方线 请问是不是直接用 没有问题吧 不要关闭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就相当于还没有结束 你开另外一个新的终端 跳到路径 跳到路径 fd到python12里面去 好了 跳到这边来 请问同学们 这个程序是不是相当于还没结束呢 我接下来 如果vrmae.py 我接下来给它给了 干净什么事呢 我加了个r2 好了 我保存了 同学们 接下来 我再去调的时候 变不变 变还是不变 不变 为什么 先导进去 意味着把你在硬盘上存储的那份代码已经架在内存了 你刚刚改的机 你是改在硬盘上的那个 你的内存里边那个特殊的一个数据没有改 没错吧 所以说你改了代码 你这个程序里边依然看着没变 怎么就变了 那我再导一遍不就完了吗 import 是吧 我重新导了 你没发现怎么的 还没变 import有个特点 它能够防止模块重复导入 也就是说 你在你的程序里边 你import 你import了五次 只有第一次生效 第二次都不生效 以后全部都是不生效 目的只有一个什么呢 你如果导入多个都导进来 请问有什么用 你说是个道理吧 所以说import 它避免重复导入 那么我确确实实的是想重新导入 那我又应该怎么办呢 from IMP模块 里边有一个东西叫做reload reload 你拍也拍得出来咯 reload 干啥呀 重新加载谁呢 AA模块 来 接下来 大家再看 是不是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有效果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 在代码 在程序没有结束的时候 你重新修改了 模块里边的值 你接下来呢 想重新让它运行 那么你呢 就需要用reload来加带 很可能同学们觉得 这个哥们一点用都没有 我只是跟你分享一下 我这一天 我研究了一个东西 其中就用了它 注意看 我给大家说 太厉害了听啊 我这一天 在这个下午的时候 在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做了一个程序 用浏览器呢 去控制你的程序 就讲演 这做了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里边又做了一个框架 咱们过一天也会写成框架 我最终多一件事情 我的那个服务器运行起来之后啊 注意听了 我就不允许它停止了 听清楚了吗 我运行起来之后 我就用浏览器 我想什么时候访问 它就不能停 我想什么时候访问 就什么时候访问 就是我的一大四条 但是呢 我随着后来的赛路的研究 最终我有一个需求 什么呢 我想让这个程序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修改某一部分代码 举个例子 我写的那个程序 有可能有好几个模块 其中有一个慢点py 这是主模块相当于 有一个ae点模块 有一个bb点模块 你怎么理解 那么这个程序运行起来之后呢 它已经把aebb都加载了 但是运行起来之后 我不是有浏览器吗 浏览器当然可以有个界面 来修改代码了呀 我通过浏览器 告诉了慢点py 接下来让他把ae 这个模块给他修改了 把这个代码给他改了 最终代码已经改了 我接下来想刷新之后 让ae的功能 在慢点py里边去重新生效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就用到了我刚才说的reload 很核心点 你最终 我做了个程序 我做了个服务器 在那个地方运行 我有个小功能 那个功能是爬虫 比方说那个功能是爬你这个 斗鱼网站上的那个爬虫 是不是一个模块了吗 我打开浏览器 我把那个爬虫改了 我想让你的程序 接下来重新去调它的时候 重新按照我的新代码去运行 请问你用import还能行吗 这百分之百不行 那就用reload的 这就是一个点 这一切的时候我就这么用了 用reload的很好使 但是用reload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你如果是import的ae 它可以reload的ae 如果你要是fromae import的新花 那白扯 听我个意思了 那种方式是白扯的 你必须是这种方式才能用 这种方式才能用 好了那么这个它 在这个地方我再说一点 当我拿到一个新的东西 比如说reload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这哥们怎么用 你怎么做 还要把reload写进去 切记不要写括号 为什么呢 你写上括号就相当于在检测的是 reload的返回值 是什么 OK 直接想要查看reload的 也这么做 等我你看着 reload的这个怎么做 应该是module是吧 and return it the modus must have been successfully imported before 是翻译的啥意思呢 就是你必须在调用这个reload之前 必须成功的导入那个模块 你才可以用这个东西 是个道理了吧 所以从中间切记 想用reload的 必须先import导入 再用reload的 不能直接上来就是reload的 否则不出问题 以后就通过这个东西来查 那人说 我的英语32个 这么我认识 和在一起不认识 怎么办呢 还是我说那个 26个字母 32个什么东西 32个什么东西 32个关键字 来怎么 那看着 就是26个字母 我认识 和在一起不认识 我怎么办 我推荐一个大家 一个翻译 在你的手机里边 装一个谷歌翻译 不要装其他的翻译 装个谷歌翻译 能谷歌翻译 能牛叉到什么程度呢 装好之后 它有一个地方来翻译 那个地方允许支持 调用你的摄像头 你把你的APP 一点摄像头之后 你对着这个东西 当你用你的手机 对着屏幕的时候 你的手机里边 按理说是出现英文 没错吧 但是你的手机里边 已经出现了 它翻译出来的东西 你只要照着就行了 根本就不用拍 自动翻译 你可以试试 你可以试试 对的就行 只要对的就行 你一动 它就翻译就动 这个特点 好了 这是reload 就是重新再导入某块来说 大家要注意了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Cruz 比赛 对的 Denise 说 而